到今天刚好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满一周年 满一周年 其实今天让我最加热的新闻是什么 今天居然打到了马力波 我们跟你讲 马力波是有一个防线 今天乌克兰到马力波 距离很远的 距离大概90公里以上 90公里以上 你现在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你是打不了那么远的 可是今天居然传出说 今天俄罗斯在马力波 的基地 乌克兰在俄罗斯在马力波的这个基地 竟然一个一个被轰炸 代表我的长城武器进来了 而且已经打到马力波了 在一周年的时刻 打到马力波那到底代表什么 还有刚好联合国大会决议 141个国家 要求俄罗斯你无条件的撤兵 当然联合国决议没有意义 没有约束力 但问题是这个动作很大 而且我们记得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出起的时候 马力波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亚述钢铁厂 亚述银跟俄罗斯的军队在这边打那么久 就后来马力波不幸沦陷 不幸沦陷的时候 乌克兰一直很想拿回来 可是问题是以目前的防线呢 乌克兰距离马力波 至少有八九十公里左右 它根本的 美国支援它的海马是七十公里 它完全打不到 打不进去啊 可是就在这几天的时候 突然之间呢 这个马力波的当地的媒体报导说 从这个22号晚上的10点30分到凌晨12点 马力波遭受到11次的攻击 11次 蹦蹦蹦就不断被攻击 那很多弹药库啦 港口啦还有军营啦 都发生了这个爆炸的状况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哪来的攻击 攻击从哪边来呢 而且你才打到港口 打到港口还打到最远的地方 那我就讲嘛 因为海马是没办法打到这么远 那到底是什么炸弹呢 传言就是说 因为美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曾经说 我要拨给你一个叫 陆射小直径的这个炸弹 GLSDB这个炸弹 那这个炸弹呢 其实它射程有150公里 150公里要打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因为乌克兰目前巨大八九十 150公里要打到马力波 很容易 所以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就是美国 持援的这个所谓 小陆小直径的这个炸弹 来到了乌克兰 你说美国更长的武器 更致命的武器 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而且它搞不好 已经传就故意了 刚才讲到 你刚好在22号的晚上10点半 到12点才一个半钟头 一个半钟头的时间 你居然发动了11波的攻击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具有指标性 因为马力波是乌克兰 想要拿回来的这个城市 然后我用这个新的炸弹炸你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 这个美国跟瑞典 他们合作的一个炸弹 这个炸弹听说 它的这个炸 射程的范围的误差值 只有一公尺 所以它等于是 可以非常精准地打击 那在这个即将 我们就讲 乌克兰不是要进行 俄罗斯不要进行 一个春季的大反攻 在这个大反攻的前夕里面 居然来了这个炸弹 那同理啊 克里米亚也可以打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控制的这个边界里面 它也可以用这种炸弹 长城炸弹去炸 克里米亚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目前告诉你一个态势 就是乌克兰拿到 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源 准备有能力跟你 一搏高低的这个情形 而且它这11波的攻势 也不但无区发 没有浪费的 刚刚讲机场有弹药库 港口有弹药库 你旁边有军营 你有指挥中心 它攻击的都是 这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位置 我刚刚讲 物差只有一公尺 所以它是非常厉害 精准的这个飞弹 那于是呢 我们就讲 一周年的时候 乌克兰做了这个 马力波的攻击 这样一个状况 那联合国呢 也在这个时候 通过了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里面来说的话 要求俄罗斯立即 而且吴侨天 从俄罗 从乌克兰撤军 并且要实现 所谓的公正 而且持久的和平 所以就是说 这个军营案出来的话 大家当然知道 这是一个这个样子 大家看看 可是这个就是美国 要让大家看的 你给我看清楚 在全世界里面 193个会员国里面 有141个国家反对 只有7个国家 140个国家支持 只有7个国家反对 中国印度等等 你们是弃权 你们还不敢 你们也不敢投 同意 也不敢投反对 连中国跟印度都弃权 所以也就是说 反对了只有7个国家 印度的外长 前两天才讲 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 我们只有跟中国关系不好 其他关系我们都很好 结果在这个状况下 你不敢投票 对 而且站在俄罗斯这边 都是一些像白俄罗斯 朝鲜 玛丽 然后包括说 这个尼加拉瓜 还有这个叙利亚 等等国家 就可以说你们都是小国 但是你看 站在你的对面 如果你把这个所谓支持 跟弃权的加起来的话 全世界都在你这边 这当然是给什么 给美国或是欧盟 一个这个鼓舞啊 就这个是 你已经取得了 这个所谓的正当性 正当性是绝对 站在你这一边的 而且你讲说 这也是做给中国看的 因为中国现在 一直在游一两端 中国一直想要 纯粹欲动 支持俄罗斯 如果你现在支持俄罗斯 你就干嘛 你是站在全世界 141个国家的对立面 对 我刚才仔细看一下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 全部都投了赞成票 只有当然 这个所谓白俄罗斯 等等 跟俄罗斯亲的 才投反对票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这个局势 告诉你 如果你中国想要在 这个 譬如说 因为现在中国 想要拉拢欧洲 如果你真的 再这样下去的话 欧洲是绝对 不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好 那另外就是 我不但是我有远程武器 远程武器 突破90公里 已经打到了 马力波的港口跟机场 还有你的指挥所 你这些代曜库 更妙的是 他突然有一个 苏25的战斗机 在俄乌边境坠落 之前不是讲吗 现在俄罗斯最强的 还是我的空优 还是我的85%的空军 保存实力 可是当你要开始 一动才一动 一动你就掉了 对 这是他们州长 PO出的照片 他已经抵达 这个飞机 坠机的这个 苏25的战机 你看 这就一个残海 就这样子掉落在这边的一个状况 好 那事实上这个是感到说 在那边扑火的这个情形 那他在什么地方呢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比尔戈罗德这个地方 他其实在俄乌 在俄乌边境 但是其实他最后也是在 俄罗斯的边境里面 在俄罗斯 对 那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就有人说了 会不会是你飞过去的时候 被乌克兰的火箭 或是什么给击落 所以告诉你说 你俄罗斯似乎在空优 这个部分来 你没有占到优势 那你更不用讲 假设未来的乌克兰 真的拿到所谓的F16来的话 那你有什么搞头吗 所以我是讲 自然是整个局势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因为正义站在 因为所谓的正当性 站在你这边 所以什么 事实上前几天的时候 不是拜登去参访 这个基辅吗 所以不是只有拜登 现在变成是全世界的 民主领导人 都是走走咖 他才走 20号才走没多久 隔一天 意大利总理 梅洛尼马上就去了 然后去了就说 我们要增加三款 这个防空武器 那协助乌克兰的抵御 那今天再隔两天 西班牙总理去了 他去 他说我给你六辆的 这个暴室坦克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欧洲国家 开始在表态 你既然美国去了 我欧洲国家也要去 所以一个一个去的时候 这个会给什么 中国非常大压力 所以为什么中国 今天丢出一个说 我们要宣布政治解决 乌克兰立场的12点主张 当然这12点主张 讲的是不痛不痒 但是问题是 中国就会形成非常大压力 全世界现在都在看着你 最后的决定 你到底是要不要 给乌克兰 到底是你要给俄罗斯资源呢 继续打呢 还是你要转个方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时刻 好 刚刚讲 现在在乌东编辑 到底战况怎么样的 其实现在有一个 美国佣兵 对他讲 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前线 你只有 四个小时的生命 对 血腥巴赫姆特 为什么 因为巴赫姆特 俄罗斯是拿人命 去填过来的 所以有一位美国志愿局 是美国特种部队退的 他接受媒体采访说 不好意思 现在前线的预期寿命 视频是四小时 讲讲 我早上八点打仗 对 十二点没结束 我大概就挂了 就四小时的预期寿命 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对 我们给大家看 现在巴赫姆特 俄罗斯也有自己 释出影片 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的装甲坦克 对 用重炮去轰炸乌克兰的阵地 这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 所以你要知道 俄罗斯也是一直把这种 坦克重炮佣兵 对 往前线送 那这个呢 是乌克兰去反攻 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 乌克兰93旅的装甲车 直接抓到一个屋子里面 有瓦格纳用命团 不理他 直接用一光档 往这个屋子里面 就打一支扫射 你说里面是瓦格纳用兵 对 那我根本不管 我就 我要把这个房子全面摧毁 什么叫角落机 因为他们叫做巴赫姆特角落机 就是这种状况 你想想看 里面假设有10个或20个 瓦格纳用命团 在这种密集轰炸之下 那就体无王夫嘛 你根本不会有全师的 所以现场是非常非常血腥的 甚至的巴赫 所以你昨天有提 相当年有提到说 瓦格纳用兵比较像打游击队 你不是一个正面作战 那你有点像什么 你都四散 然后开始 你唯一集结的地方 就是他的集合地方 他吃饭的地方 他睡觉的地方 可是我只要一抓到 你的集结点 我就把你毁掉 对 他一定不会流活 那另外这个是瓦格纳用兵团 在这个徒步前行中步兵 我为了杀你 我用炮兵的 远程去炸你 你看他在这种 类似公路上 然后沿着树旁边走 然后被乌格纳锁地 马上就呼叫这个远程炮火 然后去轰炸这些步兵 反正我就是 乌克兰的单兵 乌克兰的步兵 也可以呼叫远程炮火 这叫联兵营的概念 这个东西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非常联合兵种的概念 所以你看 瓦格纳用兵团 这种远程炮火 就这样被炸掉 所以现在瓦格纳用兵团 有非常多人在那边 在那边要攻击 可是哲人时期 其实已经下令要撤离了 他其实巴尔姆特 并没有这么重要 巴尔姆特后面的逆曼 才比较重要 可是问题是因为这是面子之争 面子 所以哲人时期要求撤离 可是现在乌克兰军队 还是在那边去做坚守的动作 但是非常非常让人家觉得说 所以乌克兰打死不退 对 打死不退 另外的你看到 他各种会战都有 比如说乌克兰 看到俄罗斯战车的话 标枪飞弹马上就来用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这个车是在树里里面 走的俄罗斯的战车 然后乌克兰找到之后 手上有标枪飞弹的时候 开始远程去把这个坦克 你在树里里面 我照样把你炸掉 对 那这个东西 你会炸掉的话 一定是什么 有人徒步嘛 对不对 就是也是有侦察兵 在树里里面跟着这些坦克 然后来去打这些坦克 甚至他们地雷区 现在非常非常可怕 这是俄罗斯车辆 军区 通过这个地方 下面埋雷 埋雷的时候物彩雷 然后爆炸 后来清点 整个车上的全部死亡 甚至的盾内资克 俄罗斯的战车 也是不止 巴赫姆特 盾内资克 也是打得非常非常惨烈 他们是用这个手楼弹 丢盾内资克战车 然后一颗颗把他炸掉 甚至有些画面 我看起来坦白讲 我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鼻酸 他去空拍盾内资克的 这个地方你看 所有的地上 坦了满满都是俄罗斯的尸体 对 在这边可能是一次轰炸 导致他们全部阵亡 所以现在整个乌冬前线 是非常非常交错的 那如何改变这个战场呢 要靠西方的武器来军援 现在英国的 包含意大利的 包含芬兰的 全部都要过去了 先讲英国的好了 英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英国现在大量的训练 乌克兰的士兵 要开了什么 挑战者二行的战车 连查尔斯都去基地 慰绕了 对 查尔斯过去 都要 我跟你讲 去都要带伴首尼嘛 现在英国的伴首尼 可能最大包 第一个 挑战者二行的坦克 其实就是跟M1坦克 包含坦克一样 就是现在英国的 主战坦克 之前是德国跟美国 主战坦克 现在呢 他们训练大量的 乌克兰的士兵呢 到英国奔路 开这个所谓的 这个挑战者二行坦克 跟在德国学 包含坦克一样 到时候训练 在这两个月之间 就会到一个段落 连人带坦克 一起送回乌东前线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 他训练了一万名 至少一万名的 乌克兰士兵 做什么无人机操作员 第三件事情 现在训练乌克兰 有什么 台风战机的驾驶员 这很夸张 现在讲F-16不排除嘛 对 跟F-16同级的 就是飙风跟台风嘛 对不对 英国已经在帮乌克兰 训练台风战机的 这个飞行员 未来战机连人 一起送过去嘛 那你前线就会有空优了 而且意大利 昨天我们讲 意大利不是给SAMP的 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吗 这个防空系统呢 是所谓的伊斯坎德杀手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意大利又给天兵防空系统 这个防空系统里面有什么 可程式化的空爆弹 打出去 可以变成一个弹幕 来去打无人机 所以武器越来越多 可能会翻转 好 喂 刚刚讲的 现在是一步一步 组合拳开始出来 没有想到 在整个一周年的时候 感觉上 西方的联军 动起来了 你看到 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 193国 保洁哥 141票对 7票反对 32票弃权 你看到141 过三分之二门槛 通过了 通过这个叫 实现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决议案 那就是要求 你要立刻撤军 而且无条件撤军 那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说 血脉喷伤 已经一年了 终于有国际正义了 保洁哥我讲 去年3月就投过票了 去年3月 而有人是入侵之后 就有一个 谴责俄罗斯的谴责案啊 当时还多两票 去年一样是143票 那么这一次呢 是141还差两票 那你说这个141票 碾压7票反对 你要去看哦 如果你看141对7票反对 32票弃权 两个点 我来跟观众朋友报告 美国在哪里哦 第一个 弃权的32国家当中 都是跟中国大陆交好的 很多都是跟中国大陆 像刚果什么的 可能压那些 跟中国大陆 非洲国家 他不是听中国大陆的 去年的谴责案 中国大陆投弃权 今年的无条件撤军 中国大陆还是弃权 印度弃权 伊朗弃权 这32国家 去年弃权到现在 好 第二个 反对的7个国家 当然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 北韩跟叙利亚 尼加拿瓜 马力这些国家 那当然是以俄罗斯为主 你看是141对7对 保洁哥我看是3比2 因为你今天 过了这一个 撤军案之后 如果你真的要出动 维和部队的话 那你到安全理事会 可是安全理事会 5个常常理事会 跟10个两年一任的 这5个中美 已经发合 有一票否决权 有一票否决权的 两个 一个中国 一个俄罗斯 他们没有投赞成 所以其实是3比2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有实质的行动 所以我说去年的谴责案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 其实也就是因为 一年到了 你要表态 政治上是有意义的 意义在哪里 以前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很多国际组织 他都纷纷退出 他没有影响力 美国化最美金党 可是现在反而 美国回到联合国 这整个组织当中的时候 他可以动用的票数 大概算算 差不多100多票了 我们现在班长点名 老实说谁偷东西 眼睛闭起来举手 一看就是这些国家嘛 所以其实是4比1 7个国家反对 30个国家弃权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国家 其实基本上 他站在那边看 那美国如果真的要 动用武力去兑付 我刚才讲不可能 第一个 他有一票否决权 第二个 那如果加大 给乌克兰的这些 军事实力去打的话 华杰克 这个投票一投完以后 俄罗斯的联合国纳使 他在联合国现场 他呛吓了 他说不要闹了 任何国家无法 挑战核武国家 最多就是与时俱焚 对啊 他呛吓啊 无法挑战核武国家 我有核武啊 你想干嘛 你就算141个国家 我只有7个而已 你一动我核武发生下去 全部就毁灭了 所以你也不敢动 少来一套了 所以其实这一年以来 其实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他不可能动的情况之下 你的大会的两个 去年谴责案这一次的无条件撤军 他都无法改变实质的结果 可是在国际上 有种包围的效果 就像以前的信长包围网 还没打之前给你有压力 但是给你有压力的结果会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 俄罗斯决定要撤军了 这是个好的方向 但如果狗急跳墙 决定发动核武的话 那就完蛋 那是玉石俱焚 所以俄罗斯他也在 你投了这个票之后 他立刻由他的联合国大使 在现场哦 他直接回响说 我们是个核武国家 想击败核武国家 是痴心妄想 绝不可能 所以他们也没有说 也没有退 但这种状况之下 可以看到他 美国的影响力是增加了 可是这个战争已经满一年了 整个进程 其实我一讲 去年3月2号就投过票了 几乎没有动 只要俄罗斯不撤 这个战争还要继续下去 那国际的这个消耗 还有僵尸 就会继续下去 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满一周年 一周年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个大的新闻 今天居然俄罗斯的 在马力波的军营 很多的弹药库 竟然被攻击了 可是照理讲 离马力波以前没有个防线 你既然离乌军 最近的地方有90公里 你怎么才打得到 而且攻马力波 打马力波是具有意义的 对 我们来讲说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 大家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马力波那时候 亚述钢铁场 打得轰轰烈烈 非常惨烈 那为什么特别要这样子讲呢 因为马力波那个地方 其实交通的枢纽 但是在22号的时候 你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在马力波那个地方 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启动 而且这个晚上一直启动 表示说有飞弹 长城的飞弹打了过来 可是大家就在想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话 其实是超过70公里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 乌克兰只有拿到海马斯 海马斯的这个标枪 这个只有70公里打不到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不只是它一直有长城火炮来进攻 导致它这个防空系统启动 它包括它其它马力波 它的一个弹药库 甚至还有飞机 赶快被炸到之后 赶快起飞逃走 所以已经不是海马斯的火箭炮 而是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叫做GLSDB 那这GLSDB呢 它的射程就非常的远 射程有150公里 那这150公里代表什么意思 那表示说之前讲说 有一个红线 我不要给你太长城的火炮 如果是太长城火炮 你不只是要再打你这个乌克兰境内 你不只要收复你这个克里米亚 你甚至要往前去打俄罗斯怎么办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已经把这东西交给它了 那交给它之后呢 这个GLSDB的话 它往前可以打150公里 它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是说 你只要发射去上去的话 它甚至可以往后来打 后来打的话 它变成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一个致命的武器 它自己有这个导弹系统 有GPS系统 只要发射上去的话 它自己会找寻目标 所以这个美军呢 把这东西给了乌克兰之后呢 乌克兰在这里的话 可以说战力大增很快的有机会 它是360度都可以 它360度 因为它其实有个滑翔翼 你上去之后呢 它有一个转向的系统 它可以飞得非常的远 然后透过GPS找到系统之后呢 就算你是在炮塔的后面 它还是可以找到你的洞 你连在洞里面都可以打 对都可以打进去 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说 你这东西其实就是美国 你给或不给的一个问题而已 你给了它之后呢 其实俄罗斯恐怕是挡不住 挡不住的话 马力波可能就会被拿下来 但最近呢其实有个统计出来 乌俄战争的话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经有18万人伤亡 这伤亡是非常惨重的 那甚至有美国大兵呢 其实它去到乌克兰的志愿军 它说大概每个士兵上前线 只有四个小时就会阵亡 正好 另外现在有一个悲剧正在发生 就是在俄乌战场 那是瓦格纳傭兵 想不说瓦格纳傭兵不是非常强悍吗 瓦格纳傭兵不是在乌东战场上 连战接结吗 可是现在瓦格纳傭兵非常生气 说因为我们打得太好了 我们打得太好以后攻高震主 攻高震主之后 今天俄罗斯居然子弹也不给我们 枪炮也不给我们 就让我们的人在这边前线 一个一个的牺牲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他们就直接公布 就直接公布 他说我已经受不了了 这瓦格纳傭兵的这些头子 出来你看到这一排 全部都是瓦格纳傭兵的人 全部都是他们的尸体 因为为什么 我们没有枪炮弹药了 这真的很夸张 这是瓦格纳傭兵的创办人 叫做普里格星 普里格星这几天一直在媒体 公开呼吁跟普丁要弹药 这个普里格星 你看他在公开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导播带大一点 这个全部都是瓦格纳傭兵 战死的画面 这是一个照片 他说我们因为没有弹药 所以这些人无辜的战死 他说只要有弹药 这个死亡人数只会有五分之一 所以他公开跟普丁要说 拜托我们现在的死亡 都是死亡于炮弹饥饿 什么叫炮弹饥饿 我不是食物饥饿 我是没有子弹可以打 而且他甚至公布照片什么东西 俄罗斯给他们前线弹药是什么 全部生锈的这个弹药 这个弹药打开你根本就不能打 这个上面都是锈 全部都是铁锈 而且不但铁锈已经碎裂的铁锈 对 我跟你讲 这个炮权怎么打 你子弹只要铁锈就不能扣进去 扣进去他跟华堂的枪堂 不合就打不出去 就卡住了 就卡住嘛 结果瓦格纳佣兵拿到 全部都是垃圾子弹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小兵在抱怨 是瓦格纳佣兵创办的普里格星 公开讲 叫你普丁不要闹了嘛 那现在呢 现在讲过去没跟我们弹药 现在也没有弹药 你刚才讲的 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死在 这个所谓的弹炮饥饿上面 对啊 死在弹炮饥饿 而且除此之外 还有这种集体各种瓦格纳佣兵 就这个 一大堆瓦格纳佣兵团 这排卖战 排卖战就公开喊话 给我们子弹 给我们子弹 我们现在没有子弹 我们弹进圆圈等等的 就不断向普丁弹化 可是他们不是在帮二路子打仗吗 他们不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 有斩获吗 他们不是开始攻城掠地吗 怎么对于这种有战功的部队 如此苛刻呢 因为功高正主嘛 他们打得好 显得俄罗斯军队无能嘛 所以俄罗斯军队负责 调配子弹的人 就少给他们子弹 让他们在现场去受挫嘛 所以这个国家 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除了打到什么东西 打到自己没有子弹之外 还会去扯自己人后腿啊 那自己人在前线没有子弹 这算是怎么打的 我也觉得很荒唐 另外呢 在这个 这是一个 在二路边界一个机场 被人家拍到 要有一格一个的木箱子 这个木箱子 你不要以为是木材 不对 是木棺材 全部都是装瓦格拉 游民团的遗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在捷克 然后跑到乌克兰 乌东边境的一个机场 去拍的画面 这个画面他们发现 一百多个木箱子 就放在这边 结果这个东西是死亡证明 每一个箱子都是一口棺材 棺材外面有贴死亡证明 贴死亡证明 说是哪里哪里 他一看都是瓦格拉游民 所以就知道瓦格拉游民 在前线卖命 可是后面就是什么 前线吃紧 后方紧吃 就是很夸张的 那现在乌克兰打瓦格拉游民团 发现一个新招 怎么新招 一锅踹 就是我不要再一个个 跟他们打了 他们会这样子 一网打进 比如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他们是都会抓到 数十个俄罗斯弹斯 进到房屋之后 我再去做炮击 因为瓦格拉游民团跟这个 俄罗斯的正规军有点不太一样 正规军出动 你可以看到都是时间过去的 所以可以直接会战 可是瓦格拉游民团是很散的 你要去打他其实麻烦 后来发现是我们 他们打游击的 对 跟张兰一样 他们让他引回 一窝让他一起被堵死 所以现在有这种新战术 就这个 巴赫普特的新战术 入乌克兰军队93旅 用新战术来打俄罗斯的冷海战术 做什么东西 他们通过这个无人机 强势的去监视 到底他们基地在哪里 他们休戚区在哪里 确定休戚区之后 马上叫远程火炮来支援 像这个村庄就被他们 标定是休戚区之后 开始叫远程火炮来攻击之后 就可以把瓦格拉游民团 一窝出来 所以这个是现在 对付瓦格拉游民团 最好的方式 那战争打到现在很有趣 打到现在 有国家去对乌克兰去做调查 你知不支持这个战争 绿色是支持 红色是不支持 你看一开始红色是赢绿色的 可是打到现在 95%的人认为我们会赢 95%认为会赢之后 5%认为我们会输 所以打到现在 乌克兰真的叫做降师 俄罗斯是几乎每一天 在每一块战线都会派人去突破 他们两军现在近距离 就叫做800公尺 所以他们是几乎可以看到对方的 很近的 800公尺很近 所以他们是可以看到对方 这是狐狸达尔的一个战车 就远程被打掉 所以他们就是每天这样消耗 每天这样消耗 每天这样消耗 消耗到最后 俄罗斯大军能不能压境 不知道 可是乌克兰说 他们现在守得很辛苦 来了 都会给我上来 了 了 都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